您听过打狗封义文学奖吗 如果没听过 其实也别感到太意外 高雄市议员郭建盟 在教育部门直询时 就以大数据调查作为依据 认为长期以来 文化局并没有成立官网 宣传打狗文学导致能见度下降 就连参赛人数也每下预况 要求文化局要拿出作为 不要将港都的文学人才给埋没了 去年作家王怡仁的作品 52赫兹同时狼瓜高雄奖及新师首奖 并且被拍成电影 不过市议员郭建盟 却在教育部门直询时 好好消遣了文化局一番 这52赫兹到底是在这些 这些科幻小说 是在这些高雄的拉里 想要去了解 但是网路上完全看不到 相当封闭 相当封闭 我到图书馆去借 有 我借到了 但是我发现 这些实体书 这些实体书 即使在我们的市图总管 也没有办法看到 整套完整的收藏 师傅官网看不到任何得奖作品 还得到书店购买实体书籍 在网路发达的现金 实在让议员无法理解 郭建盟甚至拿出大数据资料 批评高雄举办多年的 打狗凤一文学奖 在全国六都文学奖中的能见度 屈居末段班 搜寻度最高的是台北文学奖 第二名是新北市文学奖 第三名是台中 其他位居中后段班 分别是台南 还有我们的打狗凤义 跟高雄文学 为高雄文学作家报区 郭建盟提出多点建议 希望借此提升打狗文学的能见度 而文化局也从善如流强调会在 演绎改善之道 那就是作品上网的部分 我想我这会责成同仁来怎么演绎 把这个 因为帮了官网也要做设计 或者说他呈现的方式如何 我想这个我们来讨论 怎么让这个作品可以上网 应该把我们长期所得奖的文学作品 去做个网络公布 让所有对我们高雄打狗文学 有兴趣的人 都可以公开的透过网络 来了解我们的比赛状况 我们的文学发展状况 郭建盟表示 透过网络才能够让高雄文学的 得奖作家走出台湾走向国际 而成立得奖官网只是第一步 强化行销多管齐下 才能够让高雄文学 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港督新闻李正道王思武采访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